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无法超越的悬疑犯罪神剧 神探夏洛克疑犯追踪等等 然而这一部让无数网友看完之后 心生阴影后继发凉 甚至很多网友看完后 清一色的评价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 他里面究竟讲了一件怎样的故事 班是一位高级警师 一辈子都投尘事业 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崇拜 下一任的总警督位置也是十拿九稳 但在他完美的履历背后 却藏着一件足以让他跌下神坛的秘密 那就是27年前的一桩悬案 而今天这桩悬案也将重新启动 受理此案的是一位新晋女警凯撒林 同时也是班的小迷妹 当听到凯撒林正在调查悬案时 他露出了不安神社 故意说儿子在楼下等自己 让凯撒林去照看一下 而自己则去翻他受理的悬案 当有同事上来时 他又神情紧张地假装研究案件 但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一个女人铲死在他面前的景象 于是一向高傲冷艳的班 竟破天荒地邀请凯撒林去他家吃饭 还故意撮合凯撒林和儿子交往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探 到底是哪一桩悬案 当凯撒林说出1990年时 班慌了 继续学问有何进展 而接下来凯撒林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让班感受到了威胁 他说案子很奇怪 一起入室抢劫 竟让凶手连刺死者20刀 还在脖子处留下了咬痕 可就在这时客厅传来了爆炸声 他让两人救火 自己则追了出去 仍燃烧弹的人叫阿西夫 今天本该抓捕的人就是他 但前来交易的 却变成了他弟弟达米尔 如果班可以抓到这个头号统计犯 那他将毫无悬念地 当选下一任中警督 隔天班接到一通电话 是27年前负责那桩悬案的警探 说有个女警找他打听案件 班听后立马找到他询问情况 老警探说 这案子让他一直耿耿欲怀 当初就是班和他说 死者家是矿工 没必要那么认真 影响了他的判断 所以才吵吵了事 现在他要帮助凯撒林找出那个凶手 但班似乎想极力隐藏什么秘密 竟痛下狠手将他推下三压 而另一边 凯撒林在死者父亲那 得到了一条对班很不利的消息 那就是当年警察并没有认真调查此案 但除了一个人 一个叫班克罗夫特的女警官 她特别在意那起案件 于是凯撒林和法医找到班 想问问当时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当时取证的血液样本 药盒里的唾液 为何不见了 但班一语否定了他参与过此案 而且时间太久 根本记不住了 可凯撒林一直让他回想 马上就要触及班的底线了 一通电话打断了他们 一桩案子正等着班去处理 于是他便打着让凯撒林去现场学习的幌子 让他放下手头的悬案 到了现场 班用行云流水的分析滴水不落的讲解 让凯撒林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强大 但凯撒林不知道的是 这个亲手杀死老警探的人 还能面不改色的说出道词侃侃而谈 追到会结束后 让凯撒林调查悬案的警司 也是班当选总警督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杰克 让凯撒林赶紧回去做自己的工作 但凯撒林却当着班的面 说法医找到了证据 那么凯撒林会不会成为班的下一个猎物 当听到凯撒林找到了新证据时 他洋装帮他分析案件 实则是在打探 因为悬案的真相一旦公布于众 他以往的完美形象将会土崩瓦解 于是他利用凯撒林接电话的间隙 迅速拍下证据存放的位置 趁着夜深来到梅菲尔德仓库 他在凯撒林之前 拿到了那只沾咬他唾液的棉签 届时他只要用强光将它分解 那悬案的秘密 将会被埋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等再次见到凯撒林时 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唾液样本分析失败 他嘴角的上扬 无不显露出对这个菜鸟的藐视 好像在说 你怎么和我斗 而接下来 班马目标瞄准了达尼尔 只要说服他做自己的线人 把头号通缉犯阿西夫 下一个交易地点说出来 班将提前预定总警督的位置 作为交换筹码 他会把他妻儿送到安全屋 保证他们的安全 还承诺会把阿西夫的地盘让他接受 可班的计划 从来不是让犯罪消失 而是能把控在自己手中 但林班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法医在死者衣服上 找到了残留的玻璃碎渣 也就是说窗户被打破时 死者已经躺在了地上 凶手把这起猫杀 伪装成了入室盗窃 那么凶手很可能是他的家人或者朋友 于是凯撒林再次找到死者父亲 拿走了一盘婚礼录像带 他又从里面一一筛查他的亲朋好友 同时凯撒林也联系上了死者的前夫 但前夫本尼似乎对这种 27年前的悬案毫不在乎 草草挂了电话 可转头本尼就来到了班的家门口 而班似乎不想让儿子与本尼有过多交流 并催促儿子赶快去上班 而接下来在两人的交谈中 都透露着他们有过一段密切交往 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了悬案发生后 而另一边凯撒林也在录像中 发现了班的身影 于是法医抛出 班肯定隐瞒了什么秘密 因为他从没说过自己认识死者 但他确实出现在了婚礼上 于是凯撒林翻阅了大量关于班的资料 发现班和本尼不仅是同学 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更可疑的是 本尼当天的不在场证明 是班签的证 但这份不在场证明 如同废纸 毫无说服力 上面写着 至少有三个人在图书馆见到了本尼先生 但这三个人都没有留下姓名 也没有任何证词 正当凯撒林要把包庇本尼的事告诉上级师 法医来了个180度转弯 说这案子都快30年了 再好好查查吧 别弄错了 可转身就找到班 说凯撒林负责的那桩悬案 发现了重要线索 这无疑是把凯撒林暴露在了班的刚刃之下 而法医有如此举动 和他下午接的一通电话有关 达尼尔妻子是他朋友 而达尼尔正与班合作抓捕阿西夫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班被撤职 那阿西夫将会逍遥法外 说不好还会危及他朋友的性命 随后班敲响了凯撒林的房门 看到了那些所谓的证据 于是说本尼来了就在城里 当初那份不在场证明 也是本尼劝说他伪造了 当被问起本尼有没有可能谋杀妻子时 班含糊其词的说 只记得他妻子死后 本尼很快就去了伦敦 把一切矛头都指向了本尼 之后又以可怜姿态 说自己犯了大错包庇了他 因为此付出代价 而这些博取同行的话 在凯撒林这也确实管用 接着班又找到本尼 说要和他宠鬼于好 可这些都是班一步一步算起好的 隔天凯撒林就出现在了本尼面前 把他让班帮他伪造的 不在场证据的事说了出来 可本尼却失口否认 说他没啥气质 可当凯撒林问他 有没有别的女人追求过自己时 本尼似乎想到了什么 即使本尼猜到了就是班 在27年前杀害了他妻子 但他却动不了班分毫 因为没人会相信 一个伪造了不在场证明 妻子刚死就和班上抗 27年后又出现在班面前 强迫和他再次上抗的人 当然 这些都是班算计好的 接下来他还要给中警督 打上一针强心剂 用即将落网的头号通缉犯 作为献给他的退休礼物 借此机会说 有人为了当选下一任中警督 而针对自己 比如杰克 也正如他所说 杰克让凯撒林重查这桩悬案 正是为了找出班的劣迹 从而获得优势 可弄巧成拙 凯撒林却在其中 发现了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本尼的婚礼上 班却显得格外不开心 于是凯撒林找到班的儿子打探 果然班在前一晚整夜没回家 都和本尼在一起 这足以让凯撒林 把27年前的那桩悬案 归结到是一起为爱而毛杀伤 可这个游泳无毛的凯撒林 遇上老毛深算的班时 一眼就被看穿了 但班绝不会在自己家 留下任何蛛丝骂迹 他只想让凯撒林知道 和他作对的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便放走了他 可知道新证据的还有那个法医 于是班让法医去陪他朋友 然后他再来到安全屋 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桶引爆 伪装成阿西夫的作案风格 而安全屋的地址是高度机密 法医正好出现在这里 这样一来 谁也不会再信法医说的话了 可法医和凯撒林并没有就此搜索 他们找到了死者咬痕处贴着的绷带 并分析出一个图谱 只要和班的能匹配上 可真相将水落石出 于是凯撒林找到班的儿子 主动跳进了爱的禁区 凯撒林也第一次向班发起了挑战 可第二天班在实施抓捕通缉犯时 故意安排凯撒林当记录员 时刻待在他身边 而在此时鉴定结果出来了 胶带上的唾液和班的儿子完全吻合 临走时凯撒林意味深长的 看了一眼杰克 可捷克却没在意那张纸条 根本不相信班是猫杀犯 他本意只是想找出班的工作私职 很快 班在达尼尔的指路下 来到了交易现场 逮捕了所有人 但阿希夫却趁乱逃走了 于是 班让凯撒林记录下整个交易现场 等凯撒林走进其中一个房间时 阿希夫正好在那 危急关头 班救了凯撒林 但这么好的机会 班不会错过 在确认阿希夫没了脉搏后 班对准了凯撒林 而知道凯撒林的遭遇后 杰克也终于相信了 连忙翻出那张纸条 从法医那得到了所有证据 正式对班展开调查 可凯撒林用生命换来的证据 却对班毫无杀伤力 因为他儿子的亲生父亲就是本尼 而且本尼当天碰过死者 交代上获取的那啥也可能是本尼的 而总警督在面对班 为他送上的这份退休大礼前 选择了功大于过 将这件27年前的悬案重新封存了起来 可法医并没有让班的胜利果实那么完美 他把所有事都告诉了他儿子 班在面对儿子的质问 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本尼 本尼的妻子是不是他杀的事 还在狡辩那个法医被停职了 所以编造了那些谎言 但这些无法阻止他儿子离他而去 此时班也终于回想起 当初那场猫杀的真正原因 班一直都对死者有好感 但死者却说和他只是一场游戏 他要试试能不能让班喜欢上自己 而这些话无疑是在死亡面前疯狂试探 一具简单的游戏 酿成了27年前的一桩猫杀 而这场游戏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赢家依然是班克罗夫特 他不仅消灭了对他不利的凯撒林 也给总警督位置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杰克一技重拳 而抓捕阿西夫的头号功臣达尼尔 也在班的领路下成为了新的家族首领 届时整个海沃德地区都将是他的地盘 而班也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总警督之路